今天分享一个麻辣朋友圈的做法 让你体验麻麻辣辣的口感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准备一下食材 大虾200克,剪去虾须,虾腔,虾腿 用牙签,挑出虾线 在清水中清洗干净 鱿鱼一条,把内脏,眼睛,牙齿去除干净 再把鱿鱼的膜撕干净 然后把鱿鱼切成均匀的小段 身体切成圈 放入清水中清洗 莲藕一接,削筋外皮,切成薄片 秋葵一小把,鞋刀切成圈 青椒一个切成圈 红椒半个也切成圈 青红椒能使菜品色泽更加鲜艳 接着准备小料 大葱白一段,切成马蹄片 生姜一小块,切成零一片 大蒜几粒切成片 再抓住一把干辣椒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 加入豆瓣酱10克 豆豉老干妈5克 辣椒酱20克备用 食材准备好以后 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 锅内烧油,油温烧至五成热时 倒入藕片,开中火先炸20秒钟 再倒入秋葵和青红椒 继续炸20秒 老出控油 油炸能使菜品快速成熟 生素一致 然后把大虾倒入锅中 进炸20秒 再倒入油鱼 继续炸10秒钟 倒出控油 因为下锅不能久炸 容易炸老 锅内留底油 油烧热以后 撒入一把青麻椒 爆出香味 喜欢吃麻的 可以多放一些青麻椒 放出姜料 快速地把姜料炒散炒香 炒出控油 再放入小料 翻炒出麻辣味 然后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快速电锅翻炒 给菜品上色 从锅边淋入料酒5克去腥 翻匀后起锅调味 加入鸡粉1克 白糖少许 自然3克 生抽5克 开中火 快速翻炒 花开调料 酱料的盐味已经足够 不用再放食盐 再淋入少许辣椒红油 体量色泽 翻匀后即可出锅装盘 最后撒上白芝麻就能上桌使用了 好了 这道爽口的麻辣朋友圈就做好了